山屋正要往那個觀山的方向行走 但是如果你加上了一個等高線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大家看起來有點困難 因為這個等高線可能還是要去訓練才可能 不過基本上如果你有這個等高線 你應該可以很清楚看到說 這個山的這個大概的樣子 那比人大概走在這個零線上 那你正在往這個山屋的方向走 整個零線的樣子 山的形狀應該可以有一些感覺 基本上靠一個等高線應該就可以有這樣一個結局 那如果再加上一些地形的陰影 我想這樣應該大家就比較容易看得懂 大概整個山的形狀 但在紙本上你如果要去做這種地形的列印是比較困難 現在的電子裝備還可以 在紙本的在紙本上你大概可以看到的就是像這個樣子 那對於一個爬山的人來講 像一個等高線其實已經把整個山的形狀 大概就清楚描繪了 一個登山的人應該就可以透過它就可以有清楚的感覺 山的樣子 那如果再加上一個顏色 高度的顏色 我想整個山的樣子就會越來越清楚 比較更容易越遠 那所以等高線就是一個蠻重要的就是說 讓你可以在凸地上帶來一個3D的感覺 你可以知道你自身所處的位置3D的樣子 相對於3D的位置 我們多看幾個等高線好 讓大家知道一下等高線可以帶給你什麼 比如說像你這個那個例子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你是在那個零線上 你如果把它放大看的話 你大概可以看得到 你現在主的位置兩邊都比你還要低 然後你的背後是比較高的 你前面再往下走 那這個是在那個南山哥的類似耳3那邊 你從這個等高線你應該可以看到說 整個山的 類似耳在你的那個左手邊 然後你走在一個3D上 你沿著3腰路再往前走 然後你左邊比較高 右邊比較低 然後比較低的地方甚至有一個那個河床 就不用這麥克風 聲音可以弄大 那像這樣一個等高線 你可以走在這個位置上 你基本上是在那個河床 所以你可以看 你可以感覺到 你應該在兩邊都比你還要高 你走在一個河床上 你往前走的時候 會來到一個 兩邊是河床地 然後正前方有一條零線的一個位置 大概就是 因為等高線一個這樣重要的目的 所以他在登山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在做你地圖的時候 主要的資料都來自於OSM 可是那個OSM並沒有很高線 那在兩年前的一個分享 在就是分享 怎麼去製作自己的登山地圖 那次分享 也有提到是說 我們剛剛的整個地圖呢 基本上除了從OSM的那些DATA之外 我們都叫做CHAM 因為等高線的部分的製作 這個部分就是今天要講的這個題目 那在上次的Q&S就有人問這個問題 那裡登高線是怎麼製作的 在上次呢 在上次 問我這問題的時候 我只能回答說 目前很高線都是手動 我自己慢慢慢慢把它做出來 就是透過一道一道的指令 一段一段的製作 因為整個製造的流程可能花了好幾天 那當初做出來的這個很高線的所有的DATA 事實上就以資料的形式做Open 因為要把所有製造的過程做Open 然後那時候計畫是在會後 把這個步驟分享給我 分享在網路上 可是最後其實有點難 後來沒有做到 那後來陸陸續續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當初做出來的等高線 有一些瑕疵 這個就是當初人家製作一個瑕疵量 可是你可能看不到清楚 不說了 好像他有一些瑕疵 那要修正這個瑕疵就發現幾個問題 就是當初做的那個步驟很長 然後而且也都快忘了 所以要再重複一次很困難 然後要去詢問網路上說 有人大概知道問題在哪裡 要如何修正的時候 甚至沒有一個方法可以跟人家討論 所以後來就想說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要把所有的步驟 把他步驟化 實際上有一個procedure 然後甚至把他寫成一個程式 然後把地址開放給別的尺碼這樣 那這樣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隨時都可以重複這個步驟 所以意思是說 當這些是修正的時候 我要再從哪一次 或者說有新的資料出來的時候 我要從哪一次 我都可以做這件事情 然後而且我因為open source 所以別人也看到我怎麼去做 所以別人也可以分享 他的一些想法跟我一起分享 然後可以跟別人討論 甚至可以讓別人來參與這樣一個改善 首先我也把所有view的環境 做成一個darker image 所以你可以直接從那個darker hub 去直接去run這個 看那個image 那也可以到這個 這個repo去找這個darker darker file的設計 你記得他透過這個環境 在這個clone下這個repo 和open source 你去make 就可以把那個 等到線make的出來 那要開始介紹之前 我先大概講一下 等到線製作的那個素材 大概大家知道一下等到線素材 有什麼樣的東西要注意 DTM就是一個高層的那個 數值的model 他有時候會叫做DTM 比較重要的就是 他是素材 他並不是很高線 有些人都會做一個像是 誤會的 他基本上就是把 s 地表上 那個精度跟尾度 每一個點 他的這個螺系 每一個點的那個排拔 把它記錄起來 然後收集成一個資料 然後呢 當你在QCHIS上面去把它打開來看的話 他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玉山山塊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玉山山塊的樣子 那因為他是海拔 一個單channel 所以他是黑白 他是看起來 是那個黑白的樣子 DTM有他的那個 好與不好 所以你大概要知道幾件事情 可以判斷這個DTM的好與不好 就是這個DTM是怎麼產生的 當初的那個測量的技術 是使用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實際上 水平的解析度可以到多高 那通常水平的解析度 大概也就是會用 那個金尾鏈的那個 AXEC 或者是在台灣地區 一個AXEC大概30M 如果20M就會更稀一點 10M就會更稀一點 解析度越高 資料檔越大 這個DTM的味道比較高 會比較好 另外一個是實際海拔的解析度 可以到多好 在早期的那個航空 大概都是以公尺為單位 那現在的光達的味道 公噴為單位 所以在尋找一個DTM的時候 你大概要知道這幾個標準 大概就會知道你拿了DTM的 好與不好 那目前我在 我在盧地圖所使用到DTM 有幾個來源 最早就是從NASA 也是基本上你在國外網站 可以看到大家在使用的 那個等高限時的素材 所下載的一個 就是NASA的SRTM 那目前他就是 你大概拿的到30M 是已經算最好 那在台灣 台灣DEMO 是不是在金門地區 其實在NASA也只有90M的那個解析度而已 那另外一個幾個常用的 目前在用的就是 內政部實際的開放的這個DATA 從2016年2018和2019 2016年 主要就是來自於用航空測位的方式 NASA是用那個衛星 用衛星的探測 然後我們自己2016是用航空探測 然後2018就是開始加入大量的光達 但是這個事情 我理解是還沒有完全錯 然後另外還最後有用到了 日本那個航太 航太的那個 所釋放的30M的DATA 簡單的勾訴一下 NASA的部份 可以到這個地方來下載 有分1ARCSEC 跟3ARCSEC 那因為他是那個 他是用那個衛星探測 所以他有一個問題 像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典型的問題 就是他在比較狹窄的河谷地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河道在這邊上升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平緩的零線 然後又下降 河道看起來很詭異的做了一個 有一個上升的情況 然後又下降的控制 也要去看現在Google的地圖的話 Google地圖我理解 感覺是拿NASA 有一樣的問題 一般是現在這個時代 你去看都會有一樣的問題 而鼓勵會在這邊 上個零線 往上流 然後又 抱歉是這邊 往上流 然後又從這邊流出來 這個 這個基本上因為 探測的 所使用的方法 有造成的一些限制 啊實際上 如果你到線地去看 你就發現 他就會太窄了 就導致一個衛星探測 在這個地方有一些盲點 如果你拿金箭3的地圖來看的話 基本上應該這邊是 像這個樣子 是一個河道 不會看到這邊有個零線 連穿在一起 那2016年的那個 我們用航空攝影的方法 來做的那個 兩道線 我們去解決了這個問題 上面這個是自己下載的位置 我也可以到地區 或是去攝取一下這個地域 這邊就看起來 看起來應該那個金箭3的那個 情況都一樣 他就是對的 但是金箭3就是有 那個 還有一個問題啊 因為他是航空設定 所以他常會有一些汙點 這個汙點看起來沒什麼 就兩黑 我這邊看得出來嗎 就看了兩黑 可是說 一旦做成很道歉的時候 都是很恐怖的 一個 我們都叫他疫情的一個 疫情基地塔 那2018之後 採用光打機器 在這個 內政部的開放資料品感 都被嚇得很大 這個疫情基地就再也沒有被看到 但是因為很不幸的是 我們內政部認為 這個地圖有牽涉到國防安全 所以說 地圖上有個很大的缺口 也就是如果你去看 你通過QGIC探查的那個 台灣的ETM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種 很大的缺口 123基地 這邊並沒有公布資料 然後 所有的離島也沒有公布資料 都只有本島而已 這是目前的208的狀況 你看這個離島 藍嶼啦 綠島啦 小藍嶼啦 或是說那個 那個小油球 你們看到 那 另外一個來源是來自於 日本的航太的 AW3D30 也是一樣 他都可以從網路上面 所以是直接下載 那 去跟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圖事實上是 這個高層事實上是 由那個 NASA做出來的 如果一些比較 日本的那個 你發現他的 他的解析度 跟他的實際測量出來的結果 就 可以單久從肉依的 比較大概就可以看到 那最後一天 2019 在座瑞斯公布 2019 大概就是針對 啊 澎湖地區 做了一次 公布 在之前 只有台灣整島 現在來到澎湖地區 以及金門的群島 那 這個發現這個是錯的 台灣地島還是沒關係 那當然 樂山基地還是 一塊片控 還是no data 如果去看 如果你去看那個 金門地區的那個 QEM的話 那個DEM的話 你叫一下 你叫一下 這樣看得出來嗎 抱歉 因為我不知道 那邊投影亂的笑 怎麼看 這個是行政院的 2019的版本 這個是日本航太 然後這是NASA NASA NASA在建門地區 只有3UP SECON 就是大概90M的解析度而已 那我們台灣到NASA 你可以看到解析度 影響那個DEM 非常非常的明顯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要大概了解一下 我們實際上要產生 等高線的格式 還有它 有什麼要注意的 好與不好要怎麼看 基本上等高線 它就是一個項量格式 剛剛看到的DEM 是一個Restor 它是點狀 那等高線本身就是一個項量格式 所以等高線也不是DEM 這個可以幾乎兩個 比較清楚 那在目前等高線 也可以用各種FORMAT來產出 那以我自己在使用的話 在原始上 在整個製作過程呢 都是用OSM的PHY 就是用PVF 它主要是因為PVF可以比較小 然後OSM可以用來當作一個中介模式 再轉成其他那種格式 所以最後產出的呢 就是Garmin的Mac 是Garmin的PVF 那另外一個就是產生 產生MayForge 那MayForge 那MayForge就可以直接從 一般的手機的APP 包括iPhone Android 都可以輸得出來 那簡單的說一下 這個機的 大概可以玩一個人 知道一下 像樣就是像這個樣子 它就是每一個都點 再放大它會不會死整 那RESTER就是一個一個的 起盤狀的點狀 當不斷放大的時候 它都會變得 不像類似像這樣 的情況 這個是像樣的樣子 這個是RESTER的樣子 那等到現在一樣有幾個規格 你要注意的就是 等到現在它就沒有每幾公尺 有一個點的這個 這個 這個間距的規格 它變成是 海拔呢 是你多久 多少 公尺 花一條線 那大部分如果你在網路上看到 或是說你從Garmin那邊拿 拿到一個免費的地圖來用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20公尺 也就是說 當你站在這個位置 你在看你前面零線 你大概知道說 多高 多高之後的 多遠的位置上 那一個 那一條線是20公尺高 大概六層樓高 那目前乳地圖 因為拿的是 政府的開放資料 20M更細 所以可以畫的 那個等高線的間距 可以畫更細 還不會失真 目前大概就是10M 就10公尺 大概是三層樓高的位置 那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間距等級 間距等級在一般大部分 都做成三個等級 那在乳地圖 是做成四個等級 人家都會去說 你在這四個等級 怎麼去反弄出來 那間距等級是什麼意思 我等一下會上面說明的 另外一個就是 實際這條項量線 我要把它畫得薄密 它會影響到 就是一個restor 在實際秀員 User看的時候 它是多麼的平滑 你看幾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 故意做出來的例子 就是吸完大身上面的 這個是一個 每隔100公尺 畫一條等高線的樣子 然後呢 我故意把那個 等高線的那個 點數變少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這樣 把它要曲曲的 再把它變大一點 這個是20公尺的樣子 然後等高線 讓它變 點數讓它變多 然後這個是目前的地圖的樣子 就是把它做成每10公尺一條線 然後把那個密度把它弄高一點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是它會變大 就是一種曲手 那你在爬山的時候 打開變大 就代表耗電 然後是 會 位置的設計會變慢 所以這常常要 取一個平衡點 我相信將來如果手機也變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點數再變多一點 那另外一個 金句等級是什麼意思 我拿它此當例子 各位應該有看過 我這邊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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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各位在拿的尺 你看1公分的 1公分 接下來的間距就是0.5公分 一個金剛一個 接下來就是1公分 所以當它漏在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如果你要去算 你常常要算 OK 0.5 1.5 1.6 1.7 1.8 像你常常去算 那如果看比較好的尺的時候 它除了可以讓它更細 甚至它可以做更多長 比如說這個是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如果你去看這個英寸的時候 是不是還可以分更多層 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第五層 第六層 做那麼多層的目的是什麼 幫助你可以很快的去 Locate到我現在的位置就是在哪裡 因為當它都是連續的 在同一層的時候 你就變這樣1 2 3 4 5 6 7 8 你這樣就算 如果你發現你要算 每次要算到十幾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Loss 如果你數到哪裡 所以這樣每一層的時候 你就會很清楚知道說 我大概在哪一個位置上 所以像如果你現在到OAM去 目前到一個最著名的OAM 就是Focus Control Mate去下展的時候 它的等到線就是像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它大概就是 一個是20M 第二個是它只有兩層而已 所以當你要在上面看到說 我到底在哪一個高度的時候 你會數來數過去 然後數到頭很痛 那尤其當你在爬山在可能風很強啊 雨很大啊 然後又是很暗 或是在你都已經很疲憊的情況下 你要去看出來你在多少海拔位置的時候 原來它還很困 那乳地圖基本上就是把這個 等級再加勾一點 讓你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簡單的看一下 應該可以很清楚的感覺到說 等級上的差距 基本上在乳地圖有分四個等級 就是從十公尺 五十公尺 一百公尺 一百公尺到五百公尺 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說 我大概在哪一個位置上 比如說 這兩千兩千 這就是兩千六 兩千六六百 六百公尺 類似像這個歷史 大概介紹完了 應該大家有一點感覺 現在就介紹一下 這個處理的步驟 那 所有這些動作的細節 各位可以到那個 OpenSource上面去看 對 所以在這邊細節 我都不會講得很細 我就把一些大的步驟 說明清楚就好 然後實際上 用到了哪一個Tool 再說明清楚 第一個就是要先把所有的座標統一 那目前在所有的國際呢 你下載到了DTM 它的座標系統 我們是用WGS84 那Project4的那個參數都會像這樣 它是標準的WGS84 但是我們台灣電車部的那個 異正式的這個地圖 它事實上 你如果去用QGIS去看 它就發現它是叫做User10萬 看到這個User10萬 我才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不過你如果從那個 實際上從Project4你大概可以了解 事實上它做了一些轉換 而且它連帶的格式 不是用那個 用北尾東京 是用了 合理石像的二分袋 那一種做法 難怪在這邊用ArcSecond 這邊是用Tools 那就 make sense 因為 二分袋跟那個 球形的這個座標系統 不太一樣 那所有的2016 2018、2019 都是這個Project 所以我們就把它統一成WGS84 那Tools 那Tools 可以通過GDL 然後給它參數就是 全部轉成這個 然後 因為在轉的時候 你要跟大家講 比Sampling的也算 那時候發現 百密尼 事實上是 好像是唯一可以選的 因為如果方法選錯的話 將來等高線 你會看到很奇怪 格狀的節奏 然後通常我在做等高線的時候 Data都不是 我就用最浪費的方法 就是把他只有 所有Data都把它統一成Float 64 那事實上我覺得 IoT Server可能都多用 不用到這麼大的DataTile 那如果Data 我都低過 馬路上是999 當你實際去做這個轉換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個是基本的例子 我看它轉換了以後 會有點型點 我在猜是應該是QG 它在展現那個不同的 就是要細節 可能會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看整個 如果你看整個台灣的話 它的轉變並不是純粹縮小而已 它甚至有在某些地方 會有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一個是球形的 一個是平面的 接著就是要做一個歸零的處理 因為我們的等高線 其實不用管海面下的 以及那個如果有No Data 可以畫等高線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要把兩個東西 全部把它歸零 把全部射成零 就是那個海面下的這個 的那些資料 以及No Data的資料 全部把它射成零 那就是透過GDL的兩個Tool 一個就是做Cocculation 就是跟它講說 我現在No Data都要射成零 然後呢 請你把Input的Data 你去做這個運算 讓它大於零的時候把它乘以A 那小一零的時候 這個值是會零 所以乘以A之後 它就變零 這個運算基本上就是保留 水平面以上的時候的Data 然後把水面下的Data 全部去射成零 然後最後再把No Data 全部把它射入 連No Data射入我的以後 就是 我這個地圖上沒有No Data 所以連兩個No Data 那個零就會被留下來 以金門當作例子 這個金門這外部 全部都是No Data 然後在這邊往這邊把它 這個是有資料的 但是我把它射成白色 我實際上是有Data 那黑色的這一塊都是 海平面以下的Data 海平面 那你做完這個運算之後 所有的No Data 以及這個海平面以下 都會變成零 那白色就是實際上 可以拿去Data的位置 你就看到OK 我已經正確的把那個字 除外了 就是剩下把所有的資料 只留下海平面以上 剩下的設置 那接下來就是問題 要不要修一修 在2016的時候 你就有做修一修的方法 在上次有跟 有一個報告過 修一修就有點像是 用Photoshop把它 把它P掉 在這個GIS上 就是把它Q掉 就把它MARK出來 然後做一個平衡 然後這個Q掉的結果 就會讓這個 像這樣一個情況 就會被修正成後面這個情況 那在這個情況 那這個做法 現在在2018跟2019都不需要 我們內政部的資料 這個我們不用做 但是要做一個叫 簡點貼貼的動作 主要是因為 我們這個熱山工作站的問題 還有一個人的問題 所以這個熱山工作站 就要把這些Voited Data 把MARK出來 這個QGIS的做法 就會應該 而且比較重要的是 各位不用瞄得很準 因為這段資料 是要說 我要從2016來補回來而已 所以這些位置 你就要用QGIS把它MARK起來 大概把這個綠藻 然後藍魚 小藍魚 然後小柳熊把它MARK起來 這些資料 從2016來補回來 那透過GDL1 然後把這個Voited Data 會給它 然後再做一次Merge 兩個地圖Merge 成最後的這個2017 最後的這個 被處理過的2019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會長成最後這個樣子 這個這一塊就成了2016來 包括這些5D 然後從2016來 然後都要推3 那最後 補地所製作的這個BGM 基本上就是一個大拼湊 就是因為現實上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沒有辦法回家 就是說 2019只用了大部分的台灣本島 然後可不可以把溫進 然後2016到目前都還在使用 因為這個部分 只有那個2016才存在著熱山基地 以及一些近海導體 然後而且它的品質也比 NASA好也比日本人魚的 航太好也好 然後這個航太還是有使用 因為 瓜瓜的滕湖群島啊 烏丘啊 還有北方山島 都還是需要 我們台灣還沒有open這些區域 那接下來就是做 把最後拼送出來呢 這個怎麼做 開始做像樣化 那像樣化呢 基本上就是用 就不是用GTL GTL也有像樣化的Tool 但是我一直覺得它做出來有點困難 因為我一直還是會使用原來這個 比較 PiGHTCAM這個Tool 那基本上它就是要 因為它這個Tool 就是只能指定三個大等級 就是每10公尺 然後每100 每500 這樣這三個等級 所以等一下它要做一個 額外的處理 它變成更多等級 那另外一個是 它新版的這個Tool 有提供一個 ERROR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去 Aptimate說 我那個線可以 脫細 或者要粗一點 然後我們去Aptimate這個ERROR 來達到這個效果 那另外就是因為 檔案已經夠大了 所以0公尺的這個等高線 我都不要 那實際上的結果 就是可以把金門 像這樣喔 做成 化成像這樣 可以調一調的等高線出來 這個 這個黑黑的地方 這個 做投影機 你看不太清楚 就是金門的DEM 這是2019的DEM 把它放大來看 在那個五旺載群 那個地方 你會看到頭的 它就會更 可以看到更細一點 那要增加一個等級 就是我要增加一個 50公尺的等級 因為原來這個Tool 只能增 就是合成 Specify 10 100 500 如果要增加50的話 需要寫一個Python的那個座 這個是那個KC無雄 教我的 很好用 這座很好用 其實上 它可以做一個簡單的運算 只要把後面是50的 我都要把它加這個TEN 100 100本來就一個等級了 所以是150 50 150 我都把它標出來 所以如果 把夜晚的那個等高線 再做一個這樣的處理 所以你看到這邊有個紅線 可能不太清楚 你看 這一張都不太清楚 這個就是實際上 50公尺 跟150公尺 把它再震盪出來 增加那個顯示的 那最後就是要做一個 海拔的Laborum 那為什麼需要做一個 海拔的Laborum 主要是因為MapForge這個格式 如果你等高線太密 它不會顯示那條線的海拔高度 你得把它弄酥一點 弄酥一點 要弄酥一點的一個方式就是 你真的把每一條線 去把它除以2 或除以3 或除以4 我發現這個方法不太好 我想到一個方法就是說 我實際上就把等高TEN的解析度 比如說20M變成40M 它就變酥了 再來做等高線 但是這樣做了以後 你發現只有在一個room level會出現 所以我針對不同的room level 去把40M、80M、160M全部把它做出來 所以這個步驟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原始的這個內政部的資料是像這樣 我把它做一個稀釋化 甚至稀釋到1280M就這樣 就每公里一顆 你看到就這麼酥 所以它在最高最高的high level 有時候還是可以畫一條level出來 就是把它變酥了 像做出來的那個等高線的這個密度 你就看到原來是這麼這麼的密度 它就可以變成酥一點 酥一點 所以在不同的room level 就可以有不同的level可以使用 那最後就是把所有這些等高線 全部組合在一起 那在製作等高線的時候 我是有把它分區的 就是把台灣本島啊 日台島當作一區 然後洞湖區島一區 基本其他區 然後烏秋一區 台灣生島一區 所以他們去看這個拔卷的時候 就覺得哇天哪怎麼那麼大 因為事實上它是 它事實上就是區域在目前的狀況 然後把這個區域分開出來 就是最佳的話 他只能製作的資料 那最後製造出來就是 我們台灣現在各種努力 使用到的所有的等高線 都出來的那邊 這是最後的一個解釋 謝謝 好棒棒 謝謝 謝謝